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这也太多了吧 看起来好香你知道吗 筷子已经不住了 我们之前吃了个鸡架 是我们在上海能找到最便宜的9块钱一只鸡 还带肉的东西 啊 对 没想到今天 没想到今天 我们竟然还能在上海找到人均20多块钱的一锅鸡 一锅 满满一锅鸡 还送你这么多一个贴片 前面吃的是鸡架没有肉 这次吃的都是鸡腿 这个性价比的美食 超级是无敌的 在上海还能找到这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便宜吃什么系列 就找遍上海最便宜的美食到底能有多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 本来这都是一般好吃 一看到它这么便宜 哎 我觉得它特别好吃 我起伤没伤了 哎 也算是我们来验证一下就是69块钱 这个套餐 它到底吃的味道怎么样 人均27块钱 三个人就能吃这么大一锅 那到底味道怎么样 我们试一下好吧 我跟你讲 我为了拍这个东西 我验口水约了很多次了 哎 你到门也很惊 你就捡那个鸡腿的吃 我尝一下 它这上面全都裹满了这个料汁 对 哇 哇 哦 好吃 这个鸡的口感筋道不算 这个还吃着有个奶香味 很不味的你知道吗 很奶香 其实我应该是多说两句 但是我真的有个我不想说 真的好好吃哦 人均20还要什么自行吃 真的 我本来以为人均20多块 我对它不像挺很高的要求 我觉得能吃就行了 真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比我更实诚 我已经是个很实诚的人 它比我更实诚 它真的蛮好吃的 不但有这个鸡 跟它贴饼 让你吃饱吧 不但吃饱 还送了很多配菜 还送很多甜品你知道吧 就新价品真的 哎哎哎哎哎哎 好 贴饼等下我再说 那我再吃一块 真的好吃 而且它里边的鸡 基本都是那个鸡腿肉你知道吧 好奇怪 这个地锅鸡啊 相反是以前在许州那块地方 就是各个省市的交界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是渔民 打完鱼之后没地方煮饭 他弄了个小炉子架个锅 直接有什么就往里面丢什么 然后为了那个是吃鱼嘛 就吃菜嘛 然后为了吃得饱 再把那个贴饼贴在边上 这样又有菜又有料 然后会混在一起 解决了它在船上那个灶头少 就是一个灶头的问题 所以这个帝锅鸡 后来带来上升之后 现在成为一个 徐州地区的一个地方特色菜 然后现在到了上海 哎这个满满的一锅 你会瞧我的呢 这个鸡腿是我先看中 哎哎哎这个鸡腿是我先看中的 你就吃面皮 你就吃面皮 不不不不这个鸡腿 哎花落我家 哈哈哈 哎呦你看这个饼 哎这个饼后面是烤的已经焦焦的 然后再进上它的这个汤汁 哇满满一口汁 这个饼对啊 外面看看是很干净的哦 里面是焦焦的 如果有喜欢吃焦的味道的人 还是真的很不错的 再加上这个汤汁 它这个饼有讲究的你知道吗 一定要一半在外面干干净净的 另外一半一定要延伸到那个汤汁里 这才是正宗的饼 这个饼看起来很好吃 对我也来一款这个饼 哎呀你们年轻人就要吃这个 我们 有了饼 还有什么鸡腿的 这个饼好好吃啊 口感本来是硬硬的 然后在了汤汁之后 这个口感就变得QQ的 完了之后那个汁啊 这吸进去吸的很很多 太饱满了 嗯 然后那个麦香 然后那个汁的那个乳香 哇 我吃 刚刚吃的有汁的 我想吃块没吃的 而且它又有点焦 那个焦焦的有点香 我再来吃一块 这个黑饼真的好吃 真的 说好吃 我说话的真好吃 这个黑饼真的好吃 太实在了 六十九块钱 在这里 你知道吧 这个饼我可以两口吃 两口吃完吧 这么巧 这个饼我可以一口吃完 我给你表演 来 加点这个汁 你先来 真的 真的 这个两口吃完 哎呀 弱爆了 来来来 让我给你表演一下 这饼我可以一口吃吗 可以 一口吗 哈哈 哈哈 等一下 没水了 我们之前比 为什么要比的 一个人不油 不是 比就是个说辞 实际上我想多吃一点 你知道吗 因为我吃的太好吃了 我不想给你吃 太好吃了 我一个人能吃一锅 这一刻 对吧 我一直是两个人做视频 我这一刻我第一次游走下一个人做视频的感觉 太好吃了 好吃吧 嗯 好吃吧 那个饼泡的这个卤多好吃 那这个饭泡的卤不要成鲜了嘛 哇 太香了吧 保浸着这个汤汁的这个白饼饭 所有美食都是要靠白饼饭去验证 不说了 我都 别说了 旁边的人看着都很久 嗯 我就两个字好吃 这个鸡 我跟你讲 从这个鸡 鸡肉鸡骨头 鸡的贴饼 到这个鸡的卤汁 一点都不得浪费 真的好吃 觉得本来已经挺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了 但想一想 这个69三个人 哇 这个69三个字在头上一泡发 哔哩哔哩的时会告诉我 69哦 69我就觉得 哇 好吃更像一层 这个69它有加成了 真的 真的 现在我们就是已经吃了 已经有点 已经到后续了 其实它还可以再加料嘛 嗯 它还有另外一种吃法 就是 吃完你里面的煮菜 煮菜之后 你可以 倒点水 然后加点它的料 它也送了我们很多料 什么面啊 粉丝啊 青菜啊 一些配菜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你加菜吧 好来吧 哎呀这么好吃的地锅鸡 竟然拿这个方便便去配 我觉得这方便便真的是配不上它 然后老板说拿方便便煮嘛 做最后的甜饱都 对啊 那肯定要利用它 完特鸡的汤汁啊 好可惜 但是好可惜啊 这么好吃的地锅鸡 这么入味的 好怕 哎呦 我好怕你展开这个 这就很香啊 不过我是第一次看到地锅鸡里面煮方便便 哦我也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确实是 没有上台之前的肉好吃 对刚刚那个盖子打开的那个水面 哇这个 满分 就跟那个跳水运动员一样 满分 10分 69了真的 不要求不要这么高 哇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的地锅鸡 吃完了 超好吃 所以我们其实很想 做一个系列 或者说我们很想寻找在上海的 但是又是外地当地的美食 对吧 性价比又高 又有当地的原味 又好吃 对 然后想把这种好吃的店 再分享给大家 对 所以说大家对就是 有什么好吃的店 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都会一意去探店的 我们会去探店的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拜拜 拜拜